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KinsanTube的頻道 今天是10月3日 其實我早已買了LEGO 今次這條影片就要跟大家說 我今個月買了什麼LEGO 我同樣都會逐個逐個系列拿出來給大家看 事不宜遲,馬上拿他們出來看看 我第一個要說的系列就是阿凡達系列 這個這麼大的IP終於在LEGO上出現了 我買的就暫時只有這兩盒 我自己覺得已經足夠了 我都不擔保之後會不會再買其他 看我自己玩得夠不夠過癮 再加上我覺得剩下的幾盒實在太貴了 所以我就暫時不買了 之後這兩盒我都會拍片介紹給大家看 大家期待一下 現在就馬上去下一個系列 再來到這個系列就是Marvel系列 今個月就是主打Black Panther 因為很多很多Black Panther的LEGO 我自己就只買了這兩盒 因為我覺得這兩盒買回來之後 就已經可以有最主要需要的人 而且我也覺得這兩盒的建築 都是比較容易接受得到的 我特別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這兩盒裡面都是Iron Heart 因為它是第一次出現的 這盒就有Mark 1 而這盒就有它的Mark 2 我都很期待在電影裡面看到 另外還有一個題外話 就是這盒LEGO的消息其實是很遲好時才出來 因為這盒LEGO是有個劇透的 如果大家看這個盒的後面就會知道 大家有興趣才看 我也不劇透給大家看 另外還有這一盒 Guardian of Galaxy Holiday Special的LEGO 這盒LEGO其實上個月已經推出了 但是我就沒有買到 沒有時間去LEGO補充買 所以我就今個月才買回來 都跟大家說一聲 這三盒LEGO我之後都會拍片給大家看 大家可能會問 為什麼我沒有買到Black Panther那個人像 我自己覺得那個人像 值不值300元就要自己想 但是我覺得不是很值的 因為我看了很多人的影片 很多review 我自己覺得都不是很惡惡的type 因為我始終都是喜歡一些人仔尺寸 然後有得玩一下 雖然我當日去到LEGO店 我都看到真的很漂亮 因為它組裝了出來放在這裡 但始終都是吸引不了我 我自己覺得是傳聞裡面的LEGO是更加吸引的 那之前這一盒300元美金的LEGO的傳聞 就是有這個Adventures Tower 又或者是一個更大的Hookbuster 那我自己覺得這兩盒是更加吸引的 那我也很希望之後LEGO會肯推出這兩盒 其中一盒我也會很開心的 尤其是這個Adventures Tower 因為我都等了很久了 那現在就再來看下一個系列了 下一個系列就是Gift Set系列 那今個月這兩個禮物我自己都很喜歡的 尤其是這一盒LEGO 就是Ray de Castaway 那在這盒LEGO裡面 也有很多很多細節 我自己覺得是很有趣的 那有機會我也會介紹給大家看的 那另外就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今個月的VIP禮物 那上幾個月就有這個砌在飛機上面的海盜船 而今個月的這個就是配合這個晚聖節主題 那因為10月尾就是晚聖節了 在這盒LEGO裡面都有很多很有趣的零件 那有些都很罕見的 那看看遲些有沒有機會 那有機會的話 我就會一次過介紹所有VIP這些包 除此之外我今個月就已經沒有買些什麼了 但是很遺憾 我原本都很想要The Office這盒LEGO 但是因為我遲了一天去買 那我10月2日才去買 那去LEGO Store就已經沒有了 那之後我就再去買我這裏的LEGO 但是也沒有這盒LEGO 那不過我都會答應大家我一定會買這盒LEGO 那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這盒LEGO 另外我自己都很喜歡的就是這個browser 富巴的LEGO 那這次這個富巴就很大隻了 而它的可動性都很高 那所以我對這盒LEGO的評價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因為在這一邊就沒有bricktober的LEGO送 那所以我就想留在香港才買的 那我都托我朋友在香港買了給我 那我想富巴這盒LEGO 如果要介紹的話 都要等下年才介紹給大家看 那以上就是我今個月買的所有LEGO 那大家如果覺得有什麼LEGO買漏了 又或者你們很喜歡我沒有買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和我說 那都一起分享一下交流一下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裏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要like、share和留言 如果喜歡這個channel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啦 如果想收到我出片的資訊的話 就記得按subscribe旁邊的鈴鐺啦 那這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